85樓 特殊橄欖體啊 185的特殊橄欖體喔 大蟲嗎? 好痛 一下100多 對大蟲 大蟲就是等他噴汁 噴噴噴醬 吐三坨之後呢我們就卡柱子 這個沒卡好 這邊稍微解釋一下大蟲的工作原理 首先開門已經吐第一口毒汁了 這邊吐了第二口 接下來吐完第三口 我們需要把人物放在大蟲跟柱子的後面 記住大蟲跟柱子要成一支線 基本上這樣大蟲就卡好囉 好了我們185樓 輕鬆通關囉 190樓 聽說蠻多人翻車的喔 那這邊簡單就幫大家 挑戰看一下 190樓打我們的巨英喔 啊 這關 哇好硬喔 天啊 哇好硬喔 天啊 沒事啊 我在撤他們印度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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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但是小怪是可以不用打的喔 我只是 單純的 想測試一下印度而已 就跟我的肥度一樣 測試他們的印度如何 那看得出來是蠻硬的 好 那這邊清完之後呢 就帶著我們的胖胖啊往下走往下走 那這邊下來之後呢 稍微把這裡的小怪清一下 這邊會有隻小怪我們把它清掉 OK清掉之後呢 我們就在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等一下胖胖下來 來 最後結束了 以上就是輻射高效185樓 跟190樓的BOSS打法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簡單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